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你們可以先看看我們頭影幕上的這一幅畫 你們覺得畫得好不好? 好! 好,那我們現在呢,看著這一幅畫 我們準備請各位閉上你們的眼睛 好,剛剛的那一幅畫裡面 你們還能夠想像一下 畫面裡面到底有哪些東西嗎? 有船,還有呢? 有橋,有河,有樹,有花,有草 可是它們各自在畫面裡的哪個位置呢? 你還記得住它們的顏色 它們的造型、尺寸跟肌理嗎? 各式各樣的這些資訊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欣賞過這一幅畫 可是當你面對一個視障的人 你有沒有辦法描述剛剛那一幅畫 給他們聆聽呢? 現在請大家睜開眼睛 好,這一幅畫 在你閉上眼睛的時候 你的感受有什麼不一樣呢? 好,我們剛剛呢 在座的觀眾都非常非常的 記憶力非常的好 觀察力也非常的好 那剛剛我們所嘗試的這個方式呢 就叫做所謂的視覺藝術的口述影像 叫Audio Description 這東西呢,我們可以運用在 提供給視障者的藝術創作 以及藝術的詮釋上 那我們可以來回想一下 這一幅畫 到底是誰畫的呢? 又有什麼感覺呢? 其實這一幅畫是一個先天全盲的藝術家 所畫的 他是土耳其的畫家 叫Aswaf Armagan 他從小眼球就發育不完全 所以當然呢 他對於這個世界的理解 全部都是來自於聽覺 觸覺 那用力地用身體去感受這個世界的美好 再透過他的特殊的一些多元感官的認知 去把他對這個世界上認識的美把它轉換出來 透過繪畫的方式 他可以認識色彩 可以認識一點透視 空間的概念都可以在他作品中呈現 因此他的案例讓我們相信 藝術不僅僅局限在視覺上 那今天我想要分享的故事呢 是我跟一群孩子們 我們在常年藝術創作的這個過程 以及後來我怎麼帶領他們 甚至去辦一些藝術展覽 以及一些藝術詮釋跟藝術理解的這個過程 那這個孩子叫做小豪 他接觸攝影已經大概有三年的時間 那你可以看到呢 他可以像我們一般的名言人一樣 拿著數位的傻瓜相機 那對於呢這個相機的功能的操作呢 他其實已經非常的熟悉 怎麼去切換開關 怎麼去使用記憶卡或電池等等的 這些操作的步驟 當然我們也教他你怎麼運用身體 去當成你的測量的工具 我怎麼去測量方位 怎麼去測量距離 那我們可能會透過志工的協助 來幫助他完成這個攝影藝術的創作 那小孩是一個很特殊的孩子 他一樣是先天全忙 那因為他對於攝影的愛好 所以呢他其實有非常多他自己的想法 包括對於顏色 當我們每次問他 你最喜歡的顏色是什麼 他總是告訴我們就是藍色 那這個世界對他來說是充滿的藍色 尤其是當他告訴我們說 他要拍攝天空 他要拍攝一張非常非常美的天空的照片 可是呢今天不管天空是陰天雨天 還是呢一個不穩定的狀態 對他來說天空都是藍色的 所以呢他們可以透過相機取代他們的眼睛 那但是他們的攝影作品 又跟我們有什麼樣的不一樣呢 大家都會很好奇 到底他們是怎麼去做創作的 像這樣的作品 我們可能必須透過口述的方式 告訴這些孩子 你拍了什麼 但是在拍攝之前 我們也會想辦法告訴他 你現在周遭的環境 有什麼樣的一個情境 用口述影像的方式 讓他去知道周遭的環境 正在發生的人事物 讓他去決定 到底有什麼樣 是我可以跟這個世界 透過攝影作為媒介 去保留下來的紀錄 因此我們看看他們的作品 你們在這作品裡面看到了什麼呢 看到了一些光影 好 因為有些孩子 還有殘餘的光覺 所以光影 或是這些鏡射的這些畫面 對他來說 是一個非常非常特殊的 殘餘的視力 讓他會去尋找光源 於是像這樣的攝影作品 其實在我們一般的藝術認知上 是不太容易被產生出來的 創造出來的 那又像這樣的作品 你又讀到了什麼訊息 如果我們用視覺的理解 我們可能只會告訴自己 有一台電視機 在一個木站道上 可是你有發現 它其實有相當多的聲音元素在裡面嗎 你有聽到了電視機的聲音嗎 你有聽到木站道上 人行走的聲音嗎 那又像這一幅作品 是我非常非常喜愛的一個孩子的作品 因為呢 當我呢 為他們檢視他們的作品的時候 我看到這一幅作品 非常的驚訝 怎麼會有孩子 會想要從一個這麼低的視角 甚至他已經都趴在這個泥土上面 因為呢 他感受到了泥土的觸感 泥土的味道 於是他去摸摸了土 摸摸了這些農作物 之後呢 他拍攝了這樣子的作品 讓我感覺到 其實我們對於攝影作品的理解 不該只是侷限在視覺上 又像這一幅 它一樣可以呈現一個空間的透視感 但是 裡面有更多的觸覺 激勵的這些訊息在裡面 而不是只有視覺上的 那又像是這樣子 他們會有一系列的作品 當他觀察到了生活周遭 不斷在變動的這些人事物 這些光影 殘影 聲音 腳步聲 對他來說的互動呢 其實不就是 藝術是作為 我們跟社會連結 環境連結的一個感知 像這樣子 它跟自然環境的一個互動 你只看到他手上 你拿的一些小草 那我們後來 也將這些他們的攝影作品 立體化 搭配了口述影像 讓他們可以更加的理解 因此 他們的攝影作品呢 是超乎我們的認知的 視覺上的局限是沒有辦法 定義他們作品的 那所以這個叫做 非視覺攝影 那另外呢 小豪 這個小潔呢 他一樣是小豪的同班同學 可是 小潔呢 你們可以看到他 是坐在輪椅上的一個孩子 他除了每天起床之後 就必須包著尿布 然後一直到睡覺之前 他才能離開這個輪椅 那我剛剛說的 他每天的經驗都是這樣 可是這一張的 照片裡面你們看到了 小潔躺在了地上 離開了輪椅 為什麼 因為今天我用了一個巨大的畫布 讓他們呢 嘗試著用他們的身體來畫畫 可是今天志工告訴我 他從來沒有離開輪椅過 除了睡覺 於是我跟志工協調 是不是可以讓小潔 讓他自己決定 他是不是願意 來到地面上 跟同學一起創作 那當我們尋問 開口尋問他的時候 他當然是告訴我們說 好 我也想嘗試看看 於是呢 我們當然用了一些方法 讓他可以透過志工的協助 那也可以呢 去保留他身體的一些線條 於是他可以觸摸得到 他自己身體的輪廓 那為什麼小潔的創作 會是這麼的困難 因為他除了視障 先天的全忙的狀況 他還有腦麻的一個現象 所以他的肢體跟口語 是發育不完全的 但是他一旦來到地上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 跟他平常在座位上呢 操作的這個動作 來得更加的靈活了 這是我們從來沒有發現過 志工也從來沒有想像過的 那這件事情告訴我們 其實你應該是要開口 詢問這些需要幫助的人 應該是給他機會 而不是幫他做決定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小潔可以很自由大膽的 去表現他的色彩 因為這一堂課裡面 我們教他怎麼配色 怎麼用原色去配出 你心目中 你想像中的 你自己的色彩 那他告訴我 他最喜歡的是黑色 可是因為他的個性 他的人生呢 是充滿了豐富的色彩 他非常的樂觀 非常的積極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他的創作下呢 他的身影的這個輪廓 是非常精彩的 那當然 我們也將他們的這些創作 在一個非常正式的一廂 做展出了 那這是所謂的非視覺繪畫 那這樣子的應用呢 其實我們在非視覺美學上 我們其實有非常多新的技術 例如我們會利用一些 特殊的教材 讓這些學生呢 去認識色彩 認識觸覺 認識形狀 肌理等等的 我們也可以像透過這樣的方式 讓他聽口述影像 那也把畫作呢 做成是3D列印的一個立體浮雕 那甚至用像這樣子 平面的浮雕的方式 以及帶領他們用一些 比較新的技術呢 去進行自我的創作 那你可以看到 我們展覽的現場呢 您也可以看到 我們用3D列印呢 去掃描了他們的頭像 讓他們呢知道 原來我從來沒看過自己 我從來也沒有想像過 我可以塑造自己的圖像 我有可能透過模仿 透過想像 去創造另一個自己 那他們的故事呢 也告訴我們說 其實有很多的方式 我們只是透過一個新的技術 讓他們對於藝術的理解跟創作 能夠更加的廣泛 那藝術也不該只是 侷限於我們視覺上的理解 就像這個是他們的攝影作品 剛剛各位也有看到 可是我們透過3D列印 我們把它立體化了 所以今天它不僅僅是透過 口述影像的理解 它還能夠透過觸摸 增加它對於這個 自己創作的當時的情境的了解 那最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為什麼今天呢 我會來做一個這樣子的事情 那其實因為我本身也是一個藝術創作者 那在十幾年前 我認識了一個台灣的視障藝術家 那當我發現 他呢 本身是從藝術家失明之後 他一樣可以繼續創作 甚至呢 可以進行捏塑 水墨 各種形式的表現 那對於我自己本身是藝術創作者而言 是一個相當大的衝擊 我從 我從學習藝術開始 大家告訴我 我們是用藝術 是用視覺去認識這個環境 可是當我看到他的作品 我發現 我觀察到他的整個創作的歷程 我發現 他其實是用了非常多 觸覺 聽覺 甚至是用他的心眼 去做整個構圖 跟創作的判斷 那這樣的經驗呢 我也 除了對我自己的感受跟成長 我也將他的方法 也運用到了我的美術教學上 於是這些孩子 有了更多不同的機會來做創作 那我們當然也開發了非常非常多不同的教材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我們在現場 也放了這些孩子們的繪畫的作品 我們把它當成一般的孩子一樣 給予他一樣的機會 讓他進行藝術創作 讓他可以進行藝術欣賞 甚至呢 可以跟我們一樣 認識色彩 做各式各樣的藝術表現 跟藝術體驗 所以 我最後想跟大家分享的一句話是 藝術這件事 本來就應該是屬於每一個人 但是藝術也應該是來自所有的人 不應該被視覺給局限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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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閔東 敏 閔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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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arm東 簡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